觀眾朋友大家好 晚安 今天臺灣大部分的地方 高溫比昨天有上升一到兩度 那至於在華東地區 也有帶一些降雨的現象 那詳細的狀況 我們來看衛星雲圖 那目前在臺灣附近這一帶 仍然相對是比較晴朗的 所以上半天大部分地方 除了東半部雲量多一點之外 大部分上半天都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那至於帶來降雨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目前高壓出來之後 臺灣地方吹的是比較偏東風 所以在雲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就帶來一些花冬降雨的現象 那至於在其他地方的溫度 大約是在31度到33度左右 那花冬雲多一點 大概30度到31度 目前臺灣附近的天氣 只有在華南附近有一個封面系統 那後面北方是一個高壓 那至於在第二號颱風 持續的往往往日本的南方海面通過 所以從明天天氣的狀況來看 我們首先看一測圖 高壓仍然持續的由東往西 像在長江流域這邊出海 那臺灣地區的自由封面 仍然還是在華南這一帶 所以明天天氣形態 基本上是跟今天是類似的 在花冬地區會有一些短暫雨 那中午過後呢 雲量會增多一些 除了北部地區 還有中南部山區呢 午後會有一些短暫性的震雨 各地的高溫三十度到三十三度之間 以上資料由相機提供 明天在臺灣各地 除了東部地區會有短暫震雨之外 大部分都維持多雲到晴的天氣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氣象資料 我們看到北部除了桃園會下點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多雲 氣溫是二十三度到三十三度 而在中部的苗裡也是多雲的天氣 二十四到三十三度 台中 彰化 南投和雲林 都是情時多雲 南部的台南和高雄也出太陽 其他地方是多雲的天氣 氣溫最低二十三度 最高三十三度 東部的天氣比較不一樣 宜蘭 花蓮和台東都是多雲 有雨 二十三到三十三度 而在外島的澎湖和金門多雲 馬祖是情時多雲